Hello Jins Camera Live 频道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 如果你关注我频道一段时间的话 你应该知道我经常推荐的一个非常良心的国产品牌 叫做洋葱工厂 虽然它是我的合作伙伴 但是我也确实花钱常常在购买他们的产品 那么今天洋葱工厂的新款巧克力 SE 电动滑轨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请不要吝啬将签到两个字打在弹路上 大家也许看过之前我推荐的洋葱工厂热狗三代电动滑轨 非常智能 非常好用 但是我也收到一些评论 有的网友觉得哪怕就是80厘米都还是有点大 当然大有大的好处 我们在处理拍摄大范围的移动视频 或者是风光延时的时候 大一点长一点的滑轨得到的画面效果一定是非常震撼的 但是很多朋友购买滑轨也许只是为了拍摄一些产品 或者是为了携带方便 偶尔想带一个便携性的滑轨出门 那么可能你会觉得热狗三代会有一点点大 那么这个时候也许巧克力 SE 电动滑轨是你可以考虑的产品之一 洋葱工厂巧克力 SE 电动滑轨省去了安装的一些步骤 拿出来装上电池插上电或者是移动电源就能使用 不需要去安装什么纽带或者是电机 小小一只 外观采用的是磨砂质感的这种喷砂工艺 手感是非常舒服的 那总长约268厘米 高度是58.4厘米 那重量它只有818克 几乎所有的三脚架都能够支撑它的重量 对 你可以将它连接在三脚架上 你也可以使用洋葱工厂的这个APP与之连接 无论是拍摄视频或者是延时摄影 都能大大的提高你的拍摄效率 也避免了像一些小型滑轨需要用手推而造成的拍摄失误的这种尴尬 那除了可以使用电源线或者是移动电源给它供电之外 你也可以使用这个索尼的NPF550电池可以给它供电 那电池的续航最长可以到达6个小时 滑轨的底部非常贴心的加入了这个防滑硅胶电 那有效的防止了这个器材的磨损 那大大的增加了这个器材的使用寿命 那么区区800多克的滑轨的承重能力有多强呢 这个就非常惊人了 那这款洋葱工厂的巧克力SE电动滑轨的电机是非常够力的 如果你将它垂直90度放置 最大的承重为2.5公斤 那如果是45度角倾斜的话可以到3公斤 很不错吧 那一般的相机安装上去这样的承重是绰绰有余了 那么一般水平放置呢它可以最大承重到20公斤 我想也没有谁做自媒体相机有20公斤这么重吧 那当然如果有时候你觉得手机F连接比较麻烦 你也可以手动操作 那滑轨异端的按键可以做一些基本的滑轨的参数的设置 同样洋葱工厂的巧克力SE电动滑轨准备了这样一个小小的收纳袋 那小小的这么一个滑轨放在里面 你去哪都可以非常轻松的带走 那8月的话我们会有一个为期一周的road trip 那到时候这个收纳袋就可以拍上用场了 说了这么多 这款滑轨的实拍效果如何呢 那么节目的最后会有一小段巧克力SE电动滑轨的样片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希望大家能够一键三连 有什么疑惑或者是建议 也欢迎大家留言或者是弹幕或者在评论区告诉我 再来就是也希望你能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进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